华联市严平王庙管理委员会为了响应华联市公所开办的爱花莲食物银行 在6号上午特别捐赠了6万3千元的爱心礼券 市长魏嘉贤表示这一笔善款将会用来采购物资存入食物银行 帮助更多生活陷入困境的家庭或者是个人 华联市严平王庙管理委员会为了响应华联市公所开办的爱花莲食物银行 一行人6号上午在主任委员李建新的带领之下 特别前往花莲市公所捐赠6万3千元爱心礼券 希望能帮助更多弱势家庭购买日常所需用品 那么原品王庙管理委员会也希望能够抛装以益 那么今天来捐6万3千块的礼建 那希望这个6万3千块的礼建 那个食物银行能够支持的去补充需要的物资 那么在这里也希望社会各界三星人士 能够共同来支持爱花莲食物银行 让他的物资比较充足 也让他确实能够发挥他的效用 确实照顾到需要照顾的人 其实我们非常谢谢很多的朋友看到食物银行这样子一个开张的时候 都捐了很多的物资 那特别要谢谢盐平君王庙 我们李建新主委跟所有管委会讨论之后 他们希望用礼券的方式来添购更多食物银行需要的一些物资 来帮助更多我们急需要帮助的一些弱势 他们需要的物品 那在此要代表花莲市民还有食物银行的朋友们 谢谢我们盐平君王庙的管理委员会 还有盐平君王 长期来呼吁整个花莲 那也期盼未来花莲一切都能够风调雨顺 每一个人合尽平安 市长维嘉贤除了协同辞联科长萧职位代表接受并执政感谢状之外 也表示今年受到疫情影响有不少家庭因为收入减少或待业的关系 生活经济都陷入困境 而公所开办食物银行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将来自各界三星人士 公庙或企业捐赠的民生物资可以发挥到最大效益 也让有需求的民众能够及时解决五米支吹的问题 记者许立琴花莲市报导